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現在為各位介紹一下G60 這是我們AMOBILE今年的一支設備 它有幾個主要功能現在跟大家介紹一下 第一個就是我們集合紅外線熱成像雙方融合 簡單的說它就是把我們眼睛看不見的溫度 轉化成我們眼睛可以看到的影像 像你可以看到這面牆上面其實是沒有熱源的 只有我的手 但是我現在把我的手放到上面的時候 讓我的溫度傳到這個牆上的時候 那我手移開的時候你可以看到我的手的影像 就會呈現在這個牆上 這就是我在那個手上 這個牆上有這個溫度我可以看得見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邊還有一個 我們一般我們眼睛可見的這種可視的這個影像 那下面這個影像 我們可以近一點看 這邊就是你可以看到說牆壁其實 這個圖形是沒有熱源的 所以但是我在演算之後可以把我眼睛可以看到的這個輪廓 畫回去我們雙光融合的這個畫面上 那這個應用在於哪裡呢 應用就在於說比如說我這個牆壁上 在配線的時候有很多很多條電線 可能有20條電線 但是我用熱影像在看的時候 其實熱是會散開 它會輻射狀的散開 所以我不確定它是第12條第13條或第14條 是在發熱 但是我今天把它在從線的輪廓 把雙光融合描回去的時候 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是哪一條線 它有過熱我可以去做一個檢查的情形 那一般在應用像是電箱 裡面有很多的變電雜 那我今天如果有很多個的時候 我又不可能用手去摸 那也一個一個用電錶量也太花時間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個熱成像來做拍照的動作 讓這個影像在我後台形成一個資料庫 我去比對每一天它的不同 如果有哪幾個是比較紅的 我可以叫工程師去針對這幾項去做了解 去測試一下它是過負載呢 還是基建老舊還是怎麼樣 才不會說發生到東西壞掉的時候 我們才要去做檢修 那這個機器另外還有幾個功能是說 這邊有我們有做了Push to talk 就是一般我們講的無線電對講 那本身無線電對講它 它為什麼要這樣做 是因為它們可能在施工的區域 或者是它是緊急搶修的時候斷電 所以附近的網路電話都不會通的情形 我還是必須要溝通 比如說我有人爬到鐵塔上了 電塔上了 但是這邊是山上 網路也沒有訊號 電話也不通 那我們就可以用我的手機對手機 可以達到五公里的這個 這個無線傳輸 無線電的語音傳輸 那這個是屬於Andalogue 那我們這個裡面還是可以選取Digital的 也是可以使用的 然後本機上面還有做了一些 比較實用的實體按鍵 這個Push to talk 就是剛剛對講機使用的 這邊上面有一個紅色的SOS按鍵 因為可能常常施工人員 或維修人員在山上的時候 它沒有辦法知道我的名牌 所以就算要叫人救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我們可以按這個 它會把我們現有的位置傳輸到後廠 後台去移動相關的座標 給救難單位或救護單位 它能夠做什麼 做救護的動作 然後這邊下面還有四個實體按鍵 F1、F2可以交由各個不同的產業 他們做的軟件可以自由設計 下面這個REC 它是不見錄音的動作 因為他們常常發現 在現場的時候會有一些東西需要記錄 或者是現場有人會來搗亂之類的 然後我們有做這個按鍵 你只要按下去 它就會馬上開始進行錄音的動作 那這邊有一個往上的箭頭 這個箭頭也是特殊設計的 這個叫做一鍵上傳鍵 我今天去外面巡捲的時候 我照了很多照片 照了很多資料 那我可以按這個鍵 就可以把我今天所照的資料 直接回傳到零傳到後台 這個螢幕我用的是500亮度的屏 然後它特別的地方 它還有做手套模式 就是可以戴麻布手套 也可以操作 那同時它還有支持雨天模式 什麼叫雨天模式 雨天模式就是說 因為這個屏我們是手在電 所以我去碰這個屏的時候 它可以知道我在觸碰這個屏 在哪一個地方 但是下雨天的時候 其實水滴上去的時候 它正常的屏 它會覺得說 是你的手按在這個地方 但是我們做這個屏 我們做一些方案選擇 跟後面的平台的系統優化 就是說 讓它有水滴在上面的時候 我經過我的掃描 我把它當作Noise清掉 所以我可以在下雨的途中 我也可以正常的操作 我的這個設備 你給我切瓦 你給我的建築 好啊